你 你都看了我半天了 老板 你有没有觉得我们是绝配啊 你放电 我不怕疼 没有谁比我更适合跟你在一起 你 你还好吗 还好啊 那我可以继续吗 继续什么 表白啊 江晓宁啊 你是一个女孩子 你真应该矜持一点 这是什么表情啊 你到底愿不愿意 你别光笑 你到底愿不愿意 愿意 愿意 那我们现在去哪儿呢 大了你就知道了 好的 老板 这么晚了还在大学校园里 该不会是想让我陪你来一个 校园练琴吗 你说你脑子每天都在想什么 你呀 来 看看这个 这是 这个是你爸爸留下来的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他在这儿啊 我之前看资料的时候 发现这个设计师叫做姜广达 我就想着 会不会是你爸爸或者崇明的人 然后我就去查了人事表 发现 还真的是你爸爸 我都不知道这件事 因为有一些年头了 这个地方 地址越来越贵了 校区 可能都要搬到新校区去了 差不多 再过两年的时间 两年吧 这里就拆了 那你怎么知道他留了这个 真的是他留的吗 真的是你爸爸留下来的 其实 设计师算是幕后的工作了 在建筑投入使用之后 很少有人会去关心 设计师究竟叫什么 比如我们 逛商场 听歌剧 或者去看展览 大家都不会去问 这个建筑究竟是谁盖的 设计师究竟是谁 所以很多设计师呢 会在自己的建筑里 加入一些自己的印记 有的设计师 会融入一些自己的风格 有的设计师 可能会留下一块砖 一片瓦 或者 一块电机石 正好 你爸爸就留下来了 我都想不到 我都想不到 现在能找到跟我爸有关系的东西 谢谢你 谢谢你啊 我们公司 会负责这里新项目的设计 如果你参与信量化 这个上面也会刻上你的名字 到时候 你的名字 会和你爸爸的名字刻在一起 就当作 送你的礼物了 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哪个戏的 几点了 在这搂搂包包的 快跑啊 走 我 你会喜欢分享这样的我啊 此刻此 actually 真是太荒唐 坐